一個APP出來 其實我覺得 老是可以利用什麼利用那個我剛剛講的Google map景點 或者你可以搜尋什麼樣的關鍵字 找到之後的話呢這邊都會 你利用那個什麼這邊的評分 四顆星的 然後會列出來 我剛剛就列出來之後 找到景點然後點下去按右鍵有沒有 就會有一個什麼按右鍵這邊就有這裡這是哪裡啊這邊有個經緯啊反正就複製貼上複製貼上 一個兩個三個 大概就 做幾個嘛 我發現好像還蠻快的 所以我很快的就可以把這個地方做完 然後比如說我要跟 也可以把它裝在手機裡面 那給給比如說給朋友分享的話那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直接從這邊切 假設我這邊切那特別注意 你會發現他這個AUTO的話縮放都還蠻OK 不過我發現 如果我們直接從Dreamweaver去執行到Chrome好像會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直接這樣拖拉過來 放開 好像就沒有問題 而且跑得還蠻順的 比在預覽的 這個裡面還要來順很多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假設我點這個 馬上出來 而且這邊還有個旗子 所以這個旗子 你去找那個 只要找旗子 然後背景要透明的 不然的話看起來怪怪的 背景透明的 所以背景透明大概都 GIF檔 或者是 PNG檔 然後放個旗子 反正你就Google旗子 裡面應該很多 縮放一下 大小大概應該 大概像素大概20x20 或者30x30 不然的話你自己用Photoshop做一下也OK 然後 放上去之後的話 甚至還可以怎麼樣 點擊他 他這邊還出現 大家在這裡集合 這個怎麼做的 如果有興趣同學 我剛剛有把它貼上去 貼在哪裡 貼在這裡 碰觸地標的時候 的程式在這裡 你只要把這一段程式 放在 這個的下面 這個分號的下面 貼上 他就會當這個Maker 被點擊的時候 跳出一個什麼 大家在這裡集合 這個訊息 如果有興趣同學 可以把那個 再加上去 他就是 點擊他 他就有這個效果出 然後回到首頁 OK 而且你會發現 像我現在已經放到這麼大了 他其實還蠻流暢的 所以 但是如果把它縮小 他也還是馬上可以縮小 而且應該沒有問題 而且 蠻清楚的 如果使用者收到的話 他可以用手放大 有沒有 可以縮小 可以變地圖 可以變衛星 這邊有地形圖 都可以切來切去 他如果要 飛下去 一樣可以 接近 所以基本上這樣的應用 我覺得已經 還蠻夠的 而且這個地方用在旅遊業上面 應該是還蠻OK 而且你說做一個這樣的App 花不了多少時間 但是 我不知道 Fone Gap 你們再找找看 Fone Gap 早期是有支援 對外連結 可是 現在 我還是不是很清楚 他到底有沒有一些 如果繳了錢之後 是不是就對外連結可以的話 還是說有沒有其他的 因為好像也沒有找到更好的方案 變成說你要自己打包 如果你沒有打包 那變成 你就 沒辦法對外連結 像Google地圖也是外部連結 就會有問題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看看同學如果有 有沒有 像 有沒有比較熱心的同學 看看有沒有找一些更好的方案 如果沒有 那就只能用像類似Wave View的方式來做 那Wave View的話 變成說你要包在原生的 開發工具裡面 然後呢 原生開發工具裡面呢 去呼叫它 繡在那個Wave View上面 那其實看起來 用起來其實不太會有感覺 只是說你把它載到裡面去而已 那也就是你把它當成是一個畫面 你要用原生的方式 強的原生的方式 如果你要用那個網頁 秀很多資料 你再跳這個出來就好 兩邊是可以互相 不一定說只能用 一個一個方式 你可以多個方式多管齊下 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還蠻快的 我剛剛是用這個方法 找到之後 一個一個就可以把它 整個就把這些結果 通通都把它 集中在一起 你可以整個掃 整個都把它 複製貼過去 其實可以做很多 你會發現那個Google地圖 很多東西 弄弄弄弄 馬上可以有一個 比較集中的一個結果 出來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試試看好了 把這個地方 Google map的部分 應用 現在做出來好了 那其他的話 有關那個 如何用原生的方式 包 包在裡面 這個可能 難度會比較高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是我 我放在那個 那個什麼 這個是 這個Eclipse裡面 這模擬器 那其實我怎麼包的 其實很簡單 你就建一個 我這邊叫 FoneGap底線 WebView的一個專案 反正你就是 新建一個專案 這個我想你有學過 應該沒問題 就是如果學過的同學 沒有學過的話 應該看 或者看我之前影片 但這個難度有點高 那裡面的話 比較重要的就是幾個重點 第一個 你的那個View 就是你的畫面部分的話 在Layout裡面 我就是放一個什麼 放WaveView 這個WaveView 拖拉過來 它是放在 我記得好像是什麼 在是不是在哪一個 在Compalsize裡面 這邊有一個WaveView 你就把這個WaveView 怎麼樣 把它拖拉到你的那個 版型裡面 那用那個Linear 或者是用 Relative都可以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把它大小用到最大 放在最大 然後 這個的名稱的話 我叫做WaveView 1 WaveView 然後這個是畫面 畫面就這樣 這麼簡單 第二個的話 程式 那程式裡面的話 大概就是幾行 我看一下比較重要的 一樣嘛 我們一樣是宣告 宣告WaveView 它的那個 名稱 我們叫My 我們宣告 兩個東西 一個是 WebView 叫My Browser 另外的話 必須要做一些設定 所以叫WebSetting WebSetting 名稱也是叫WebSetting 然後這個是宣告 再連結 連結的話 就是把那個 畫面上面的WebView 把它連結過來 然後呢 去取得它的Setting 有點像是我要設定 設定什麼東西呢 特別注意喔 你一定要去Setting Setting一個叫Set JavaScript Able 等於True 因為你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設定 JavaScript為True的話 預設是False 那 後面的東西全部都不會出現 為什麼 因為我們裡面很多都是 用JavaScript寫出來的 好 然後 其實就是在手機上面幫你 建一個 瀏覽器 一樣的道理 然後 其他的話就是建一個Client 然後 然後再 其他 就把這個 Law UIL 把這個UIL File 冒號 路徑 三條線 Android裡面的 Assets 我放一個資料夾叫做 Triple W 裡面的話呢 放一個 網頁 叫做 Index 意思就是說 我放在哪裡呢 實際上 就是放在這個專案裡面的 有個資料夾 叫做Assets 這個 也就是以後 如果你有外部的資料 通通都可以放在這裡 那 那我這個網站呢 我叫做Triple W 那原來預設裡面是空的 我是把它從那個 我的這個裡面 全選 拖拉過來 放到Triple W裡面把它放開 反正這些東西 拖拉過來 放在Triple W裡面 那裡面有一個叫Index 將來呢 我就去 當我這個View 打開的時候 就順便把 Index打開 那基本上 看到的結果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做的 這個東西嘛 所以呢 我把它執行起來 基本上就長得這樣 其實說真的 這個東西 就OK了 就是 你要 開瀏覽器 外部連結 反正你只要做得到了 通通沒有問題了 而且你要上架 以前你用FoneGave上架 你要先繳 保護費 要先繳一些錢 用這個方法 上架 也沒問題了 所以 兩邊就串連在一起 很簡單 點擊下去 那誰看得出來 而且其實因為 瀏覽器 動作還比較慢 我現在手機上看 一點感覺都沒有 就 完全 就很順嘛 所以 這等同就是說 讓那個兩邊 就連結在一起 沒什麼問題啦 應該如果有學過 像 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這邊有滿分的 你可以 請他幫忙那個 要不然 幫忙再 打包一下 我等一下那個 Source 可以把它貼上 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 自己把它複製貼上 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部分 你還是需要具備有 原生的 開發能力 但是不用太多 大概只要基礎的 大概學兩三次 課的同學 應該 都會吧 前面我們都講過 先建個view 然後再 再寫一點 簡單的程式 就可以了 再來關鍵就是說 外部的資料 一定要放在 Assets 那個資料夾裡面 連接的到 就OK了 OK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這個 看起來沒什麼 不過這也試了很久 這東西的話 也很花時間的 而且網路上 你Google一下 好像也 比較少 而且幾乎沒有人提到 這些東西 把它串連在一起 即便有 好像也都是 簡體式的比較多 繁體制的真的好少 這是以前都是繁體制 現在 都變成簡體制 可能是我覺得 台灣的小確信太多了 現在 很多那個 我記得 很久以前我在學程式的時候 有很多的那種 很厲害的高 高手跟大師 都很樂於去分享一些東西 可是這些 高手跟大師 好像都移民了 記得好像有一個 我認識的有一個 好像也是移民澳洲 有一個移民加拿大 奇怪 這些人好像都 慢慢遠離 就很少 有那種 典型人物 可以幫忙做一點事情 所以我的東西 其實很蠻容易找得到的 可能是因為 叫做 屬中無大將 是吧 所以 也是 所以 我是覺得 你們也不要吝嗇 就是可以 互相啦 因為你們 每個人做一點 每個人做一點 其實就很輕鬆 那如果我一個人做 你會發現我這 全部都要自己 Test過 你光看 看到了 看到了 裡面都花多少時間 有做過了就知道了 每天都要弄一點 弄一點 有時候我老婆說 你幹嘛一直 黏在那個椅子上面 都不動 黏很久 還不動 你在幹嘛 對不對 實際上沒幹嘛啦 就只有 做一點事情 就要花很多時間 但是很有趣啦 因為這部分 就有原創性了 因為 而且 你們以後把這些東西 融會在裡面 很快就可以產出很多的App OK 好 這裡的話 等一下 我看再把那個 畫面或者什麼的 再提供給各位好了 反正大概就是這些 弄出來應該沒問題 不過有一個問題 可能待解決 沒辦法 設一個 把加入一個叫Internet 那 FoneGap那個部分 它其實你把它 打開來看 它其實也是 可能把Internet 這個功能關掉 但是如果你有辦法 把它破解 讓它Internet功能打開的話 其實應該也沒有問題 我在因為它是外部 的網路連結的部分 有問題 OK 所以 不然的話我等一下 把這個WebView的那個 專案 把它 壓縮好了 你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匯錄好了 其實沒什麼啦 反正就是這樣子 OK 然後我是有一個問題 我的有個問題 就是說 可能你們回去 有同學可以試一下 我還沒試出來 這個邊框 我找了很多地方 還是沒辦法關掉 它會有個黑色的外框在那裡 你們可以找找看 畫布的那個 畫布的那個 我找到了 畫布的那個 程式 好像在那個 什麼 SetContentMule上面 用 跟投資的 GET的那個方式 可以把它整個 OK 不然你再有時候再分享一下 我把那個 試試看好了 因為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那個 原生的方式 我看 到時候我再把它 把它壓縮一下 好